天国的比喻 今天跟大家讲 继续讲天国的比喻 天国好象 我们看下一张照片 整个十三章有七个比喻 头一个比喻就是杀好种在不同的森田里面的比喻 有硬地 浅土石头地 有荆棘地 第一个比喻就讲到四种的土药 种子一样 杀种的是一样 有四种不同的土药 代表了什么 我们一定会传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当中一定会有人随 这个就是这个时期 主耶稣升天之后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这个天国隐藏奥秘的时代所发生的事 第二个比喻就讲到什么 物子和拜子的比喻 整个礼拜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讲到这个不同的角度里面 一定是什么 有真信徒 有不信徒 就是不信的都有 但是什么 一起去成长 一起去成长的时候呢 等到审判的日子来到 不知道大家的视频 没有听专务斯讲的 专务斯讲的教会亦比喻 教会亦纪律 都是讲这篇 都是用同样的经文去讲 他就讲到教会 而我就讲到这个世界 所以我也讲过了 如果你不去解释的话 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整个七个比喻里面 第十三章里面 是头那两个有解释 然后那五个 耶稣都没有做这个解释 所以没有解释的时候 就发觉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待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分享一些主流的解释 但我都会讲一些不太主流的解释 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当中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今天的比喻就讲到 这个小的解释种 可以什么 变成一颗很大的树 令到一些鸟儿 可以棲息在上宫 也讲到一些很小的面烤 或者面皎 面烤 可以叫做全团的面包 都发起上来 所以头那两个比喻是讲什么 讲天国的什么 那个性质 天国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候 耶稣未回来之前 我们会遇到什么事 接着会讲到什么 讲到天国的能力 天国的能力就是讲到什么 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小的解释种 将来会变成一棵很大的树 接着讲到一个天国是怎么样去拥有 就是讲到这个宝贝和珍珠的事 我们讲到解释种比喻的时候 其实讲到一些很小的东西 会变成一些很大的东西 从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所以都是由小小的变成大 想想一下什么 我们刚才唱的那些诗歌都是这样的 Dolet me fast quality 都七个音 加上一些flat 那些sharp 都是十多个音符 就是什么 创造了那么多不同的音乐 那么美的诗歌 以前那些古典音乐 贝多芬 巴克 很多个都是什么 都是寫很多神曲 我们叫什么 经典的圣诗 都是由很简单很小的 那些音符 Dolet me fast quality 就像我们经常讲英文 都是什么 二十六个字没有 有个字没有 组成什么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诗词歌赋 中文更厉害 中文都是一点一滑的砌出来 每个字 所以其实就是有些很小的东西 变成一些很大的 那就是说 一个小小的介菜 将来会影响整个地球 那有没有观察过 那些蚂蚁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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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做一些很小的东西 那些蚂蚁就搬着 一波树叶搬回去 又搬着一波石头 又搬回去 你看到他们做些很微不足道的东西 不不断来回来做的东西 但是你走过来看的时候 哇 起了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蚁蚁出来 那你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做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 所以说到就是 天国的力量 看起来是未不足道的 就像这个介菜种 那样小的一样 但是将来会成了一波 参天的大树 一开始是完全不意难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介菜种的种子 这些人说是最小的 那当然了 那些人就开始拼弃圣经 有些人不信圣经的时候 就说 明明这个世界上高 不是它最小的 我们看下一张slide 最小是什么 最小其实是野兰花的种子 如果你看看 那些要用个很显微的 才看得到 介菜种就是什么 大概1 2mm 那么小的 都很小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回 这个自然界里面 最小的是野兰花的种子 那些人就讨论了 那耶稣不是说大话 耶稣在说什么 最小的是什么 介菜种 你看看今天的经文说什么 今天的经文说什么 天国好象一粒介菜种 那有人那去中在前类 只在元氏八种里面最少 你看英文才能看到的 英文它说什么 HERBS HERB HERB HERB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矮的菜 比如我们在花圆亭 别人那里种一些牙齿的菜 比如什么 薄荷 甘草 在这些菜里面来说 这个介菜种 真的是最小的 所以耶稣所说的 不是说所有的植物 因为野兰花是什么 是野生的兰花 就不是一些人种 可以吃的东西 耶稣所说的是什么 当人可以种出来 吃的植物里面 这个介菜种是最小的 所以当时 因为有些植物学家 都研究过这些植物 在当时耶稣的年代来说 介菜种的确是最小 最小的种子 其实它小到 你放在手上 一吹就像一粒塵 不知道吹到去哪 所以这里很奇怪 你看它英文 天国好象一粒介菜种 看到吗 他不是说一堆介菜种 是什么 一粒介菜种 有人辣去中在田 天国好象 这个字我今天引用来的题目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比喻都是 天国好象 天国好象 整个马太夫音 有七次讲到天国好象 这个字 而在十三章里面 就有六次 因为有六个比喻 就讲到天国好象 这个介菜种 这个就是 那个种子很小 但是呢 如果掌出来之后 有些文献记载 它好像什么 高过一个人 去到什么 十五尺这么高 接着什么 六尺这么宽 十五尺这么高 意思是什么呢 人人已经比较高 有人形容过 就是说 你可以骑着一只马 你也可以在芥菜种 的树下面走过 所以那棵树真的很高 那种小的种子 是可以变成一棵 这么大的树 所以我知道 它需要时间生长的时候 所出来的效果是很惊人的 甚至什么 那些小雀都可以 在上高 停留在上高 所以这个就讲到一件事 就是说 天国的发展 是我们不能够预见的 大家想象一下 我说那棵树作专 是这么小 其实它放在地上 种了下去的时候 是看不到的 你连种的动作 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 可能见它放了一些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什么 这一伙种子 随着时间慢慢去长大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能力 成为一棵什么 很高大的树 他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其实我们教会 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 十几个人都不够 那其实 是不是很显眼呢 我相信不是很显眼 如果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人 为什么 找不到我们教会 因为呢 一定要打电话上来 过去接他上来 所以是很不显眼的一个教会 很显眼的一个上帝工作的场所 但我们要信什么 信上帝他会做事 就好像价格在种子一样 种下去的时候 可能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将来上来的那个上压 高到人可以马在下面走过 是人都会见到他的 而且不单单人会见到他 在这里说什么呢 鸟儿可以在上高捉巢 在这里 他就说 平时我们 因为有灌木有桥木 大家如果读过science都知道 灌木 桥木 桥木就是那些很高大的 上到很高的 那些参天的那些 灌木就是那些很矮的 我们叫bush的东西 bush的东西 那些树子通常是什么 比较软一点的 软一点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捉不到巢 你鸟儿捉到巢的时候 你什么什么 跌下来了 那些蛋又跌了 那些小的小的小的小都倒了出来 但他那棵芥菜种的树 是可以够硬的 硬到可以承载到那些小的小的小小在那里捉巢 那这里就说到一样东西 他的影响力又很大 所以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 他就说小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 根本就看不到 但是我们看回 其实认证了很多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 我想到就是我们教会 第一个例子 在圣经上的例子 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在哪里出生的 不是医院 是马祖 在伯利行的一个马祖 他家里很穷 他在献祭的时候 是什么 只可以献祭初甲或者斑溝 他连一只羊都献不到 接着他在哪里长大 他在拿撒拿 记得吗 那里有好东西 接着他说 他就是 其实圣经没有记作 他没有读书 大部分人相信他没有读书 所以由 一会儿我们下去 第十三章尾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他没有读书 第二 他就是三十岁之前 他是什么 做一个木匠 他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去负责 去养家 他一起的门徒 都是什么 我说过 全部都是不学的小民 记不记得 除了马太之外 马太真的比较有学 我拿一只笔去写 其他那些就是 愚夫 有些就是 憤怒党的西门 去搞夹人 接着就说 罗马政府 就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最残忍的刑罚 他就死了 然后那些人就宣扬耶稣基督的死和服务 就像在使徒行传所发生的事 天国就是这样慢慢传开 由耶稣一个人 接着有十二个门徒 接着到约翰彼得的时候 有120个门徒 就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 如果现在是大家跟着 诸牧师的道听 就是说到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就是这个时期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他就得着人 在耶路撒冷 撒马尼亚 由太全地 接到地极 为他做见证 看不看得到 最近我上网搜 你现在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 有多少人 全世界 大家猜猜 天主教加上基督教 几十亿 几十亿差不多 是二十三亿 二十三亿人 有三分之一 差不多全界有三分之一 一人都宣认自己是基督信仰 一粒介菜种 一个属耶稣 到现在是二十三亿人 看不看得到 天国就是这样 在我们面前 一粒介菜种 变成什么 一个这么大的树 还有这棵树很特别 它说到什么 雀鳥可以去 头粮 我们刚才体验的经文都会读过 听经文读过 有一只经文就说到 我们上海上讲讲 那棵树的 这个是《大尔利书》的第十章 所以 这里讲到 他说 你所见的树渐长 而且坚固高得鼎天 从地极都看见 叶子华美 果子甚多 可作众生的食物 田几变的酒壽都住在其下 天空的非了宿在之上 这个讲什么呢 就讲到这个尼布格雷撒王 尼布格雷撒王发了个梦 他很喜欢发梦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发了很多有趣的梦 又看到一个金人 一个公仔 叫《大尔利书》去解 他今次发梦 发梦了自己的树 这树是什么 他顶到上 《圣经》也叫做天上 如果看英文 就是什么 就是去到天国 还有什么 他伸到两边的地 很远很远 没有一个人架到这个梦 这个《大尔利书》就跟他架这个梦 就是说 当时的巴比伦王这个国 是很强大 强大到什么呢 就好像一棵树一样 覆盖很大的地方 去到很高的地方 而那些不属于巴比伦国的人 都来依附他 就是靠他 就好像以前所门很清盛的时候 记不记得 士巴雷王 去他都求智慧 所有人都依附在他里面 所以讲到一件事 就是当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去发展的时候 在一个地区生长的时候 就算有些不信教的人 都会因为这件事得到益存 看到吗 其实香港早期也是 香港早期 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 爹地妈妈 以前的教会很喜欢派奶粉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以前我们没有什么吃 物质不是那么丰富的时候 教会就做一些慈慰的工作 慈慰工作就是什么 去派奶粉 派一些饼干 派一些面包 去帮助那些穷人 香港其实很多学校都是什么 基督教学校 香港很多社区中心 老人院都是基督教的工作 所以当这个教会 不断发展的时候 就算有些不信仰的人 都会因为这件事 就好像波介菜种的树一样 它生进了出来 鸟儿可以在上高捉筹 捉筹是什么 据住 所以你看回历史也是 基督教这个国家发达的话 那个国家就会轻盛 军事、经济、能力都会发达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美国 美国其实有一帮清教徒 从英国到当地去开荒 当时原住民是那些土人 不是那帮欧洲人 那帮清教徒去到之后 用基督教的信仰去立这个国家 200年而已 200年就变成世界最大最大的国家 还有很多国家都是靠近它 像台湾 最近澳洲 都靠近它 树大好遮阴 我们一起说这件事 所以看到当中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解释 我刚才看今天那一张 第一张 slide 讲到就是那个小鳥的解释 了疑是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这有三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 就是形容那个界塞种是很大的 大到什么 那些小鳥可以在那里捉擦 所以其实是帮助形容 大家去想一下 那棵树的大神是怎样的 第二个解释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基督教的成立之后 那个国家或者那个地区就会强性起落 造福当地的人民 这个就是第二个解释 但是第三个解释就刚刚倒转了 好像我说过了 人去都没有解释 所以又有不同人的解释 第三个解释了一个邪恶的势力 就是解释邪恶的势力 为什么呢 记不记得第一个彼仪 第一个彼仪是担走的种子 在路旁那个 非了 记不记得 而耶稣说什么 非了就是什么 非了就是杀牌 所以人们就说 这个解释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斜恶 会进入这个教育去影响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比喻 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刚才我说的 角度开始很小 然后慢慢慢慢越变越大 但是第二个解释就是 那些人说 你记不记得他说什么 他说明明他是一棵 普通的矮树 但是他说他变成了什么 一棵大树 就是说他变成了 那些人就说他已经不是一棵正常的树 这个是第二个解释 不是正常的树 所以是什么 就是鸟 鸟就是什么 撒旦 撒旦是什么 居住在里面 所以那些东西就是 如果教会不是一个很正常 在上帝的时间表里成长的时候 当中参集了什么 人为 神秘 或者其他不同的教议的时候 什么 魔鬼撒旦做他当中工作 最典然的例子就是什么 初头这个罗马教会 军事坦丁堡他去宣告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 就引进了很多宗教和政权合一的时候 那个腐败就走出来了 很多真的信徒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他不相信这些不好的信仰是什么 被杀 所以其实历史里面都是有发生这件事 所以我们两方面看 第一方面就是什么 做一个好的 又很少的 变成很大 可以支持很多小鳥在上帝的 不好的就是什么 变成了质 变成了质就变成了什么 一棵变坏了的 已经不是一棵正常的树了 有撒旦入侵在他里面 所以这个历史上我们都看到 所以其实两个解释都不是错的 都有他的道理里面 我们当中要警戒 但很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有时候这些东西不好显眼的时候 我们不要小看他 譬如我们教他很小 你知道吗 我们不要小看他 如果我们真是宣讲上帝的道 纯正的福音 大家身份真面得到改变的时候 你是会影响你身边的人 那个影响是会很大 所以耶稣接着说的比喻 就是说什么 说到这个面教的比喻 面教的比喻 第十三章的第三章 我们看回第十五章章 他又对他们说过比喻说 天国好着什么 好着蝦或者面教 有苦人那内藏在三斗面类 直等到全团都发起来 这里看到一个对比 就好像介菜总和上城波树的对比 大家知不知这个三斗面有多少 三斗面就是一个以法连的意思 那是当时的单位 但是现在翻出来是有二十二公升的面粉 看到吗 是足够做面包给一百个人吃的 那个份量是这么大的 就是说到一个这么小的面胶或者面胶 摆在这个这么大的面粉团里面 是可以完全滲透进去的 滲透进去 滲透进去令它全团都发了出来 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可言经文 一个小的面胶去到里面的时候 就会整团面都发出来 这个说到就是那个滲透力 这个东西 当然了 待会我们会看第二个解释就是什么 面胶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深入教会里面去影响教会 所以永远都有两个看法 好的方面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真信耶稣的人 有一个真的生命 圣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行事为人 进入这个社会里面的时候 是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当然了 有好的影响也有什么 有坏的影响 对吧 坏的影响是什么 令到那些人不信耶稣 好的时候是什么 他还会渴望去信耶稣 同样的一个就是什么 很少的东西 就是在我们的场景就最对了 很少的东西 而泰国有什么 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基督教也是翻转了一个国家 我有时候很怀疑 为什么我们以前小时候看日剧多 现在就看韩剧 以前我们驾日本车就很威 现在驾韩国车就很威 原来韩国是一个很 基督教昌盛的一个地区 你走过街都看到很多十字架 十字架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 在韩国来说都是姓基督教 所以我刚才说过 当基督教在一个国家里 昌盛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会发达起来 其实中国崛起 我相信都跟我们基督教有关 其实中国崛起最近这几年都是 其实你看看表面上的数字 不是很多 但是你看看地下教会 地下教会的数字 真的好像雨后春信 越来越多 朱姆斯啊 李姆斯以前也有去大陆去宣教 他就看到这个和场 看到福音要去到这个地方 当福音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当中的人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国家就会强盛起来 所以透过什么去影响这个国家呢 就是透过我们的信仰 全港上的真道 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影响 所以有人说面膠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后面读下去的时候 你发现耶稣说我们要防备这个法利才能的面烤 就是我们要防备他的面烤 防备他的影响 其实烤这个东西是一些烤霧 现在我们做面包就知道了 我们去买一些烤霧粉回来做 以前古代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烤霧粉这种东西 可能他们连这个烤霧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们知道一样就是 我将旧的面包里面的东西 发过烤的 去黏入一个新的面团里面的时候 这个面团就会发烤 所以他们每一次做面包的时候 他们不会所有面包都烤掉 他们会留一块在这里 留一块就做下一次那个 去令到新的面包取上来的面烤 他们叫做shower dough 即是像一个酸了的面团 那样的意思 他们那时候做面包就是这样做 所以就觉得一样东西就是 怎样去滲透 所以面烤这种东西有一个 滲透力的影响 滲透力的影响 我们再看第二十章 所以面烤一定要放在里面 看不见 如果把面烤放在那块粉团外面 是不会发烤的 不会影响到他们 所以一定要放在新的面团里面 放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发挥它的作用 刚才看不见到 这里是什么 一点的面烤 就是什么 令到三斗面全部都发烤了 三斗面是22公升的面粉 足够100个人去吃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有些很小的东西 它进入里面的时候 就可以去滲透 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的生命都是 我们不是躲在一个地方 我们就在这里做者女真好 我们教会就在这里真好 我们就在这里真好 我们就在变化山上高 踏一座谈比摩西 一趟谈比伊利亚 一个谈比耶稣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但耶稣说什么 我们要下去 我们要下去 我们要落山 落山的意思是什么 进入人群里面 我们一样 我们的信仰都不是停留在教会四部场里面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进入人群里面 将我们的生命 什么 将显在人面前 就好像什么 江和盐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之前说八幅的时候都说过 将我们的生命显在人面前的时候 什么 将名要归给天父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说到面孝这个东西 就是将这个东西放在里面 由里面发出来 所以有人说这个 这个剎菜种的比喻 主要是说这个什么 体积 看到吗 一粒这么小的 一mm 两mm 的种子 可以变成一棵十六尺 这么高的船 接着这个面孝的比喻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是量 那个质 刚才是说量 现在是说质 就是它是说质地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些无酵饼 或者无酵饼 没有发酵过的面包 是实的的 如果你吃过之后 很硬的 那个面孝的意思就是 令它里面有什么 有空气 空气的时候就会松软 松软的时候就会好吃 所以酵这种东西 但是对面包来说是好的 但是你看我写了一句 究竟面孝是邪恶 还是忠诚 你记不记得我 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刚才我说的 一个好的解释 一些好的影响 但是有人说 这个叫法利赛人 我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面孝 而且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记不记得 是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叫他们 你带这个没有烤的面包走 就不要带一些发了烤的面包走 所以有些人 就把这些当作邪恶 即是说 这个面烤就是这个邪恶 它转入这个粉团里面 就会影响整个的教会 这就是另一个想法 但我回看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应该就是说了一些好的东西 你想想 面包发了烤的 和不发烤的 是什么好吃的呢 一定是发了烤的 就是他会被人觉得是好一点的 还有呢 犹太有个传统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就是当女儿去嫁给一个人的时候 那就是会送嫁妆 送礼物 他父母其中一人会送给他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面孝 一块发了烤的面包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面包 我们家里的传统 你带去这个家庭里面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送礼给人的时候 一定不会送这些坏东西 尤其是结婚嫁娶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这个面包 这个东西是忠诚的 它的意思不是说说好 还是说邪恶 而是说什么 说当中它那个渗透的能力 那个影响力是多么大 当然了 我们说不好的东西 都可以解释到这个比喻出来 所以我也都将这个东西 放在大家的面前 我们看看第十六章 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 第十三章的第三十字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接着第三十五节 这事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物发明出来 这个发明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宣告出来的意思 让人去明白的意思 记不记得这个比喻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很实际的东西 去解释一些什么 很抽象 很不难明的东西 摆在一起 大家就明白 但如果不解释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interpretation 就是不同的去解释的方法 所以其实这次的五个 没有详细解释的比喻 都有很多不同的解法 解法是什么 刚刚调转的 一个是说好的 另一个是说不好的 譬如一会儿我们说找珍珠的比喻 有人说找珍珠是什么 是人 就是去寻找天国 但有人说那是耶稣 刚刚反过来 耶稣愿意为我们写在一起 去买属他的教会 买属他的以色列国家 所以可以完全是不同的 但这里说明的是什么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受罢 所以耶稣现在说了什么 我说比喻的了 你们不明白 不明白是什么 问咯 我读圣经一样 读不读得明白 常常都读不明白 但是问咯 查咯 我不懂咯 看看Youtube有没有说咯 Youtube最近有个 Tips挺好的 就是有些很难解的圣经题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都是英文的 难解的圣经题 中文都有个 不过是讲国语的 例如上一次 Annie提过摩西去埃及的时候 出发的时候 因为被上帝要击杀摩西 因为他的儿子 两个儿子没有行国礼 他的太太就行国礼 和儿子 把包皮丢到摩西 上帝就没有杀摩西 其实这个《血囊》 这个故事很难解 但是看回的时候 那个《血囊》上的解释 为什么 圣经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真的不明白 但是什么 很重要 我们要寻找 我们要给时间 我们要明白 明白了之后 我们可以将这件事 和别人去分享 让别人知道 我知道这些经文怎么解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聚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 多数年 这节解几多解不明白 不知道他怎么解 其实对下去 第十三章 第一节我都解不明白 有人说第八个比喻 就是和那些门徒说 第八个比喻 凡民事受教作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主 从他腹里拿出身 和旧的东西来 其实这个又好像一个谜语 如果你看完之后 也不知道耶稣和那些门徒 说什么 我下星期会和大家解释 这节经文 究竟是说什么 所以我看第二节 讲到另外两个比喻 刚才讲了两个比喻 就是说什么 讲到天国的能力 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今天 你在教会里面 虽然这个教会真的很小 很小 但是什么 我每一次看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都会和自己说 天国是会变大 你说什么 我们的教会也是会变大 当然我们的时间表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帝可能是五年十年 但我记得我和大家都分享过 其实朱姆斯的教会 都是什么 七年里面增加了多少人 七个人 七年里面增加了七个人 二十八个 变了三十几个 三十五个 当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或者永远是这样发生的事情 但就给我们一个盼望 虽然现在我们很小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介菜种是什么 是真是介菜种 它是一个真的介菜种的时候 它是有生命的 当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的时候 这个教会就是什么 就有生命 这个教会有生命的时候 就是什么 吸引到很多小子 所以我第一个解释 我不是很高兴后面的邪恶 但邪恶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当教会大到很大 很夸张 你看看现在这些千人万人教会 其实刚才说到韩国的教会 其实我上网上看 很多教会都是很腐败的教会 你明白我说什么 当教会去到某个情况 太大的时候 那真的会有这个撒旦的工作 就是在那里面的工作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教主 什么领导 全部都是腐败 贪钱 走色财气 什么都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解释 挺好的提醒 我经常觉得教会 就是由一个很小的 变成很大的 但是到再大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神的心意了 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 但魔鬼就在那里面去工作 这个就是我看这个解释总 或者这个面架比喻 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第四十四节说到什么 另外两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说到人 天国好象什么 宝贝藏在地里 人如见了就把他藏起来 欢欢喜喜变卖一切去买这块地 咦有没有搞错啊 耶稣讲这些东西的 就是说有一个人 这个人那块地不是他的 他可能去那块地 是帮人去做事的 他可能没有钱的 但是什么 地上收到宝 问天问地拿不到 他就在一个田里面 找到一些宝贝 然后他找到之后 他不是说 物归原主 我们经常教那些小朋友 路不十为 收到东西拿去给警察叔叔 或者给他 他不是啊 他藏起来 然后还有很搞笑 就是什么 宝贝藏起起的 去变卖一切去买这块地 那究竟是否耶稣说 一个不道德的事件发生了 就是说这个人的东西不是他的 他拿了这些东西 耶稣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 没有ETM啊没有这个保险商这些东西的 当你有财宝的时候呢 你不会放在家里的 你放在家里的时候 有什么 有拆来偷 打仗的时候 你会抢你的东西 你就会去山洞啊 那些地方 那些田里 没有人的 偷偷地挖个窟窿 记不记得了 挖个窟窿 然后把他藏了下去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会藏到一些宝藏 在那些地面 有时候打仗 或者那个人忘记了 死了他又没有跟家人说 最流行的是什么 以前我们看雨场那些饼缸罐 那些饼缸罐 那些饼缸罐里面 就是什么 有很多钱的藏在那里面 那些宝藏就没有人要了 没有人要了 那这个人挖到他出来的时候 就是什么 很奇怪的 那些人说是不道德 其实他是不是不道德呢 你想想想 不是的 其实他拿了那些东西 走了就算了 那就是不道德 是不是 他不是的 他把它放回来 接着什么 名正言顺的 去买那块地 去拿了那个宝藏 当然他也不会说 给那个人听 你那里有宝贝 但他用一个合理的价钱 去买那块土地 去拿到那个宝藏 还有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是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 这个字很重要 就是他说 他买的时候 是什么大罪起来的核心 虽然他没有钱 但他是可以 卖了所有的东西 去买这块地 为了拿这个宝贝 看不见这个动作 他就是为了这个宝贝 去买这块地 买了这块地 这个意思就是欢欢喜喜 虽然他不太知道 可能他又要借 又要成的时候 他就去买这块地 但他又愿意做这些东西 这是第45节 下一章 天国有好象 买卖人去寻找这个珠子 刚才那个人 是无意中发现的 他打这个地的时候 找到那个宝藏 接着他说 天国有好象 买卖人寻找好的珠子 这次说这个人 是一个老练的商家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是做买卖的人 他就是什么 去寻找一个宝贵的珠子 这个珠子就是什么 珍珠 其实当时的珍珠 就像现在的钻石一样 很宝贵 现在我们的珍珠就比较便宜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养猪 但当时是没有的 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 好像现在采这个钻石矿一样 冒着生命危险 在潜入大海里 找到什么 旁 然后那些旁 拿我上来 以前没有什么潜水工具 是忍住到 在旁架石头 扔自己下去 所以用一条命去拼 最惨的就是 你拿了旁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珍珠 有人说过 你差不多开了很多只旁 才找到一粒完美的珍珠 当然有些珍珠不漂亮 因为不是圆的 是尖的 或者硬纱纱的 一粒完美很大很漂亮的珍珠 是很难得到 所以这个就很宝贵 但第四十四十六节 它是什么 当它如见一粒重价的珍珠的时候 它同样的动作 对不对 变卖所有一切 去卖这个珍珠 两个比喻一起摆在我面前 看看这两个比喻 去说些什么 或者第21章 这两个比喻说到什么 就是说 究竟它第一个比喻 它是不是走了一些不道德的东西 我刚才介绍了 它不是 它是很正义的 有人说过其实第一招更好的 就是什么呢 它拿少少的宝败去 去卖了它 拿那块钱 然后去卖地 那就是骗人了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对不对 就是我这些宝贝 它卖了已经有钱 它也不是 它是欢欢喜自己去筹钱 去变卖它的一切 去卖这个地 它不是用我刚才的方法 待会我们解释 为什么它这样做 第二就是说 其实天国是一个什么 无可比拟的价值 看不看到 那个宝贝就是说天国 这个宝贝就是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给的 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 我们什么 万事当作训练 为了什么 得着耶稣基督 大家看不看到 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不会去到永远 或者什么 看不见天国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发生的事 就是什么 去到永远 所以我们值得 值得 什么 将它去拿回来 还有很奇怪 因为它说什么 是隐藏 不是很明显的 那个去掘地 找宝贝的 是什么 它是要掘开一块地才找到 我说过 它是什么 藏在下面 不是在表面上 都可以看到 所以连那个田主 那块地的主人 他都不知道那里有宝贝 但是那个人在掘的时候 就会掘到 接着这个天国买珍珠 这个人是什么 他愿意去找 看不见 去寻找 去寻找 去寻找这个珍珠 寻找的时候 就是寻找 所以其实天国不是这么表面 就好像我们说的 芥菜种 种了在田里面 我说过了 那粒种子小到是什么 看不到 而且是一粒 是不显眼的 但是是什么 就是知道 我们真的要努力的 努力去寻 去寻找才是什么 还有 你又要说到一件事 天国是什么 个人拥有 天国是让个人去拥有 那个买珍珠 那个不会叫他太太 他儿子一起去买 是吧 他自己去买 接着这个人是什么 变卖他所有一切 那个见到宝贝那个 他要自己拥有 一样的 我们的信仰都是很个人化的 不要说 因为我爸妈是信耶稣 所以我就自然会入天国 就好像那些犹太人在 是什么 因为我是阿伯拉 那个子孙 所以阿伯拉 我守住在地狱那里 我不会落地狱的 他一定会放我们上天堂 好像罗马书说 什么 不是所有人太人 都是犹太人 不是所有走过国内 都是走过真的 心灵上的国内 就是什么意思 所以同一个道理 不是所有人回教会 都可以得救上天堂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跟上帝建立一个 自己和他的关系 这个追求全会是你和上帝 不要说谁带我 谁带我 在后的在前 在前的要在后 今天Kelvin站在那里 说道 是呀 可能你上回来 在那里教我 所以谁走得快 谁走得慢 最重要是什么 自己和上帝建立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 是最有价值的关系 我们知道 我们每周回来崇拜 回来唱诗歌 每周奉献 我们领圣参 但是当中我们做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看到那个价值 看到那个信仰 如何活出来 如何存服在上帝的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价值 就会自然去做 Esta上个星期 其实很会都分享过 Kelvin是做事 很投入很拼命 很拼心拼命去做 一件事 其实就是看到那个价值 当你看到那个价值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变卖所有 去跟随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要愿意去尋求 就尋建 后门就及安 好吗 好像在马大福音第七章 第十四节 他说路是少的 抓住的人都是少的 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 他说天国的 是努力的人才可以尽去 是否知道 我们要努力去追求 又好像在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第二十四节 他说努力的去尽闸 我告诉你 将来有很多人想尽去 却是不能 这就看到什么 我们要付代价 所以是以个人拥有 我们是要付代价 还有看不看到 是一个喜乐的全圆 所以这个是什么 那个人是宽宽喜喜的 去变卖他所有的东西 去卖这一块地 还有这个宽宽喜喜 是自然的流露 不是一个暂时的欢乐 而就是说得到 这个宝贵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放 所有东西都可以撇开去 这个就是那个真正的价值 这个就是人所渴望的全圆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开心的 我相信 就是你见凯凯说到 如果凯凯说到 如果凯凯说到 你就知道 我就在当中没有喜乐 但我每次看我自己的样子 应该试得这么甜 其实都是在当中的喜乐 好像罗马书第十四章 他说的 因为神的国在乎什么 公义和平 和什么 圣灵里面的喜乐 这个圣灵里面的喜乐 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喜乐 一种平安 一种稳固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如何去寻求这个东西 但这两个人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是他去寻找田里面的宝贝 那个人是什么 是无意中发现的 而那个寻找珍珠那个人是什么 是很努力去找这个珍珠 去看圣经都有这个例子 记不记得 保罗 保罗的得救是什么 他原本想追杀基督徒 但在大马士甲那里 遇见到 他的耶稣 他在当中是什么 得救 他不希望是这样 但他真的信了的时候是得救 又记不记得那个撒马利亚夫人 他的井旁那里不是去遇见耶稣 他只是去拿水喝的 他还在证悟 证悟就是没有人在的时候 他打算没什么人了 他就去拿水 因为他本身是个犯奸淫的夫人 他不想见到那么多人 但是在撒马利亚井旁那里 遇见耶稣 这个就是之前第一个 去那个田里面的人 他没有预期过遇见耶稣 但是耶稣就是什么 来找他 当中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有些人上教会都是贪得意 看看这些基督徒在做什么 或者有些很不純正 想追求这个女孩 有些人上教会 所以我就跟他上教会 但是当中有些人有机会遇到耶稣 但另一批人就是什么 就是真的去寻找 有个心会准备去拿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我们讲史诺行转的 第16章有什么 女底雅 那个卖紫色布的那个女底雅 又好像那个禁筑 第16章讲的那个禁筑 他真的说见那些人囚犯走了 但是古龙和太太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没有走 接着什么 就欢欢喜地接着我们回家去 我们去疗伤 接着就问他 我们怎样可以 我和我一家 怎样可以得救 当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当中就是 无意中找到 遇见耶稣 也就是什么 很努力的 很有心去准备的 当他见到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耶稣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是埃塞尔比亚的那个太监 他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 读的都不明白 这个腓力这个执事 就是什么 帮他解释 当下见到一口水的时候 就是什么 他受洗 信入了耶稣 有个心去寻找 有些人就会寻见 有些人就无心 都可以遇见耶稣 这个就是什么 上帝的主权性的恩典 听到吗 上帝的主权性的恩典 所以要知道这个救恩 从来不是什么 用钱买回来 但很重要的是 天国是透过一个交易 而成为个人 这个就是想最后强调的一点 这个很重要就是 你看到 好像有个交换性 他要变卖所有的一切 去买那个地 接着他就说 变卖所有的一切 去买那个珠子 那你说不是的 Kelvin你说 救恩肯定是白白的 得到白白的写去 是吧 记不记得 从来没有人可以用钱 去买这个救恩 记不记得 那个少年的官 少年的官 说耶稣 我怎样可以得永生 问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你圣经上所说的东西 你有没有做齐啊 我从小就已经搜索了 我所有的东西 耶稣说 你只是缺少一件事 就是什么 去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 他欢欢喜喜的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但耶稣说了这个时候 他就做不到的时候 他就忧忧愁愁愁地离去 耶稣就教训回门徒 有钱的人进天国 比起落堂无尽 这个针眼更加难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当我们将这个钱财 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去不了耶稣那里 我们跟耶稣就建立不了关系 所以不单是钱 很多东西的啊 我们的事业 或者我们的配偶 或者儿女 或者我们的爸爸 会不会成为我们这些 困了我们去到上帝面前呢 所以重要的是 我们要为耶稣去舍弃这一切 意思是不是用金钱去买 意思是当我们愿意去拿这个救真的时候 救真是上帝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个心去愿意去为耶稣去舍弃这一切 记不记得那次有三个人说要跟耶稣 第一个人说 狐狸有洞 天空的非烈有祸 人子他会有枕头的地方 你跟随耶稣的时候 你要预了 刚才二问我 是否要预了 连一条命都没有了 是的 你要预了不是一个舒服的生活 是一个艰难的生活 是一个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的生命 即不是为了一帆风顺 我又有钱又有车又有房子 你信耶稣 信耶稣有这些东西 不是 而是什么 真的生命 真的生命是什么 愿意附带戒家的生命 愿意让耶稣进入去影响我们的生命 因为就是那个真正的信仰 然后第二个说什么 用我回去埋葬我父亲 其实他的父亲还没死 是吧 他是看重什么 看重我钱 那个遗产 他想拿些遗产才差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说 用我回去迟跌我家人 say goodbye 但是耶稣说什么 手扶着礼向后看 不配进天国 这个就是我们争取耶稣的生命 的大影节目 人若不舍己天天背去的十字架 跟随我的时候 不配在我的门道 就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三十字架说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 包括我们的生命 就不能作我门道 大影节目 我们有没有愿意舍弃呢 凡要得着生命的什么 就以失丧生命 凡为我失丧生命的 就要得着生命 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语 这个不是教援 而是当我们真的有这个生命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流浪 这个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是重生得救的 重生得救的证据就是什么 我们真的愿意为耶稣去舍弃 愿意放在一起 愿意去跟随祂去走 不是我们的意思 不是我们的意志 而是什么 唯独耶稣基督 不是我们的力量 而是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去过我们每一个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赤路躺开 从来不是说我们人有多少能力 从来不是说我们人有多少意志 从来不是说我们人有多少聪明 我们单单是要阳难耶稣基督 就好像保罗说什么 指示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而家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 以前那些钱是有益的 荣誉是有益的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 我愿意付起这个代价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有损 所以是什么 万事当作奋斗 为了什么 得着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后 在《非纳比书》第六章第十四节 我断不以别的夸后 是指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高 周杀家而论我自己 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高 所以无论如何都会 最重要是做一个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要计算代价 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 要计算代价 有些罪我们要说不 我们要写 我们要离开 现在最近也走了第一步 我们都为他这样 很神奇 我自己觉得 很好的见证 我经常说恩与之星 和他拍完这一条 这个就是第一步 你有个心去做 你问我 耶稣是不是要连命都写完 是 但是耶稣不会要每一个人 都为他写的 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是有机会为他做的 还有你有个心去预备的时候 就是说 你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第一步 所以我们要知道 比喻的人有很多不同的解法 刚才那几月 就是一个我自己比较 我自己觉得挺好的解法 但有另一个解法就是 有人将这个人 或者那个买珠子的人 就当成耶稣基督 意思是 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就会买 用他的生命 所有的东西 去买属 那个宝贝和珍珠 那个宝贝和珍珠 有人说 就是以色列和这个教会 其实就想起来 又可以这样去解释 就是耶稣基督 也是摆上了很多很多一切 去为了教会去付出 但是有一个东西 又不是很解得通 就是耶稣基督 没有可能会浅踏住 那些宝贝 就是他在土地上高 他是踩下去 看到那个 发现那个宝贝 有人就说 耶稣基督不会浅踏住那个教会 当然有些人去反骂这件事 但是其实当中都有他的意思 在他里面 另外有人解释这个珍珠的比喻 怎么解释呢 他就说 珍珠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将一粒东西 放在那只旁的身里面 捆住它 捆住它 捆住它不舒服呢 他就用那些精液去包住它 那些分秘物 包住它 慢慢滚滚滚滚 滚到它 原本是尖的 变了很圆 那就很舒服了 那就可以继续继继续降传 继续不断不断地管它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 有时会有些东西引住我们 但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帮我们 帮我们改造我们的生命 变成一粒宝贵的珍珠 他所喜爱的珍珠 耶稣基督愿意用他的生命 去买熟的一粒珍珠 所以这些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是什么呢 神的国 开头是微不足道 但是将来 会变成一波涛天的大雪 还有很多飞料都会来到它当中 最小的种子 会强生一波惊人的雪 小的教会 真是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的时候 神基督都会祝福这个教会 虽然这个事工好像微不足道那样 但是人家看不到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个事实 发展着 是无可推诿的 面教或者面敲这个比喻就是什么呢 顺利的国似乎好像是 不是很显眼 但是当我们真的愿意去进入这个人群的里面 进入这个最小人间里面的时候 这个面教是没有被这个粉团去侵食了 而是什么呢 要面教去影响这个粉团 让这个福音遍地开花 整个面团都改变了 宝贝和朱子的比喻就是说到什么呢 神是一个无价之宝 我们愿意是什么呢 用上我们所有的一切 用上我们所有的一切 去买这件事 去得到神的觉 去进入神的觉里面 所以看回教会的历史就是什么呢 由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 一百二十个人 他就刚才说了 今时今日有二十三亿人 是宣认自己去信基督 所以就看到了 圣经的事实 就在我们面前来看见之后 我们信耶稣说 这个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 这个是事实 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会死而复活 将来在天上高有永远的名称 一样的 我们信得他说芥菜种是最小的 一粒种子的时候 这个是事实 所以我们会说一些 我们暂时还未看到的事实 将来我们有新天新地 有永远的福乐等着我们 将来天国 你知道这门是用什么做的吗 珍珠 用珍珠做 地上高的地下用黄金去铺 人看上来很有价值的东西在地上高 在天上高其实是什么 很普通的东西 做门做地的东西 但最紧的是什么 在天国我们会见到上帝 上帝的荣光充满我们 就像上星期说的 如日中天的派遥一样 永远的福乐 永远的平安 就在他当中 所以我们要学下保罗 学下保罗就是什么 我不以福音为止 福音本事上帝是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继续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首先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教会世不要紧 但是是什么 我们真是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会 我们互相去帮助 互相去造就 互相去勉励 一起走这条天路 慢慢慢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帝有他的时间 我就知道 我们的做什么就是什么 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们现在做事都是 在做事里面 我都遇到很多困难 很多难处 我叫我怎么办事呢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上帝叫我走的时候 就走 上帝叫我继续留在这里 就继续留在中心的爱佛师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走 这条人生的道路 所以今天和大家讲了 其中的几个比喻 我们怎样去拥有这个天国 怎样得罪天国 我们怎样去负上爱的代价 求着帮助我们 在不同的解释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想 自己去思想 这个解释 是今天上帝和我们讲的说话 下个礼拜就会结束第十三章 整个来日 我们就完成了第十三章 这个段 所以我们尋讨过 因此我们感谢你 马上你看到我们教会 真是一个好笑的教会 但是一个介采总 就可以变成一科 让非鸟在上高筑巢岸式的书 就是我们要现成感恩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体见 不是单单是群住自己的能力 而真是有属天的能力 有圣灵在那当中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 如何去过我们每日的生活 就好像发现了一个宝贝的时候 我们真是愿意欢欢喜喜的 去变卖所有 为了得着这个宝贝 这个珍珠 这个珍珠就是你给我们的救恩 是白白得来 但我们得了之后 我们愿意 我们生命给你们改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手 放手所有东西都可以为你去写 让我们真是天天背起 我们的十字架 去写几地跟随你 再让今天的道成为我们 一个礼拜里面的思想的题目 成为我们一个礼拜里面 讨告的题目 继续去转研 跟着去明白 继续去领受给我们的旨意 善灵继续去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如何去走这条人生的路 让我们有方向 让我们有能力 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有从你以来的喜乐 平安 我们也想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去奇及 Amen